好,那么接着是由县议员李正文 则是对于近日花莲县府一连串的风波 包含了东兴营造工程简约的后续工作 以及补丰夙愿成功撤销处分 以及黄金海岸的赔偿 还有封联记海报设计道图 认为花莲县政府的团队 应该要有更专业法律知识 以及良好的业务控管 11日上午的县政总质询 接着由县议员李正文进行质询 针对花莲县府连日来的风波 包含东兴营造的停工解约后续作为 到近日的封联记海报设计道图事件 要求花莲县府说明清楚 以及后续如何避免 首先针对这个东兴营造的部分 因为媒体和坊间相亲不断的流传 有关东兴营造所有工程的疑虑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请教我们县府 针对东兴营造停工解约的部分 后续的作为 如果有一些安全顾虑的部分 也请这个县府做一些说明 另外蒲峰的问题 蒲峰宿院后成功的达到他的一个要求 所以农委会也撤销了县府原来的处分 也意思说他的建造的部分跟证照的部分是仍然有效的 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赔赏的问题 到时候到底县府的作为是如何 再来就是针对黄金海岸的部分 也是因为法律输送产生所谓赔赏的问题 做一些说明 再来最新的一个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就是封年纪海报设计道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再再显示 我们县府各局处 专业法律的认知不足 才会产生不断发生所谓的法律纠纷的这个部分 因此在我的质询当中 要促请我们县政府 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跟我们急促的同仁 做呼吁 也呼吁我们县府团队 能够针对我们府内一些法律的 专业知识的部分 更甚至是在所谓的业务控管的部分 提出一些建言 也希望得到这个乡亲的明了跟理解 让我们县府的威信 能够平凡 谢谢蒋邦雁华临时报导